警方突襲工廠 查獲一箱一箱紙盒 打開裡頭全是高檔的手錶跟包包 乍看之下 以為是名牌貨 但其實警方說都是假的 而且來源是購物頻道 專家講得口墨橫飛 觀眾電話沒斷過 手錶主打限量經典 一下子就賣出上萬支 怎麼也沒想到這些金光閃閃的錶 就是倉庫裡頭的帽牌貨 這些以假亂真的精品 肉眼還真的看不出來 仿帽相當逼真 警方早在102年底接貨檢舉 東森購物台賣假貨 仔細比較手錶 有的材質不佳 錶帶甚至還脫落 包括Burlery Coach Prada等知名品牌 通通被仿帽 侵權市值高達1000萬 我們有派人 假裝是維修的顧客 上前換貨 因為嫌疑人為了躲避警方的查契 換了兩三次他的換貨的地點 深入追查 通路商一年內就換了三個營業住所 心機可疑 這些產品全從香港進口來台 存放在泰山倉庫 再送到購物台販售 不過東森購物也喊冤 說信任廠商自己也是受害者 除了要求本身商品必須是真品 廠商也已經保證是真品 之後會協助相關調查 但如果調查最後確認是贏品 將盡處為消費者辦理退貨 及全額退還貨款手續 並且不排除向廠商提告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喜好嗝 記者台北綜合